在灵异故事中 我们经常听到 儿童比成年人 更容易看到鬼魂的说法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种说法是 儿童的想象力特别丰富 天马行空 容易将一些奇怪的现象 解读为灵异事件 此外 也有人认为 儿童的心灵比较纯洁 对超自然现象 没有过多的怀疑或排斥 更容易感应到 周遭的异常现象 无论科学或迷信的角度 这些解释 都让我们对儿童 看到鬼魂的可能性 感到既神秘又好奇 今天分享的灵异影片 在我们成人的角度 又可否找到不同的答案呢 本集节目开始前 请你别忘记订阅我们 及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 是我们的最大动力呀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公园里的男生 展示他的羽毛球技巧 朋友在旁边为他拍摄 两人在这愉快的氛围中放松 休息 但当他们翻看刚刚的影片时 惊讶地发现 摄影机无意中捕捉 到了一个奇异的影像 那影像中似乎有一个模糊的面孔 在突然出现 让人毛骨悚然 我给你一件事 哦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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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超级的 真是超级的 我给你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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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张目的 真的吗 我期待了 我努力了 我给你一张目的 哈哈 哈哈哈 踊りだから 自断抹 真是 лет小了 我给你了 谁误会了 需要 大人的 大人的 吉了 Commodita 你 使摘 自我 赢 不 我看了 你很累嗎 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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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Let's 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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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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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 誰がいても困るよね 困る困る 怖い 何か見えてきた見えてきた 何何 神社 本当だ何やで 建物 何ややや 行くの? ここはゴールでしょ 何やか 何かあるでしょ お地蔵座みたいな 何ややや 何ややや 何やや 何や あなたが 何や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五間 兩名青年 相約散步 無疑間拾到 一個奇怪的盒子 好奇心驅使 它們打開盒子 裏面竟藏著一些 難以理解的古怪物品 他们发现一切都开始变得诡异 接着眼前发生了 不可思议的恐怖事件 看来盒子中 好像是放了某种邪灵降临 摩尾 那些发生 Cheese 为事像动作 成功 多 compass 全然我看見得到的 真是小的 我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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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とか入ってない? 誰だよ? 誰が入ってる? 何だよこれ ここは何もない 何だよ 痛い 何か分かんなきゃ切れた マジじゃん大丈夫か 何だよこれ触ったら切れた 何でこんなとこ 何だよ気持ちいい 何できるの? 止まんでいれてる うまい マジで怖い怖い 大丈夫大丈夫 いしゃいろ? いやめっ 何なんだよここ 何かいる? 何? 何? 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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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に 夜晚降临 独居的女生发现 住所的洗手间窗外 经常出现奇怪的黑影 她决定邀请女友人 一同查找真相并拍摄 两人在洗手间内 架设摄影机 试图捕捉到那些神秘的影像 随着时间推移 她们突然感受到 一股阴冷的气息 然后摄影机记录下了 窗外一个模糊的身影 似乎在向她们逼近 让人不禁感到一阵 寒意凉透心底 感知感觉 完全不禁感 真的 聽不懂 確實在很難聽 真的 懶著 是看你很難玩 就知道 看你很難玩 從來 現在有了 耶? 喔燒掉了 等一下 CAPTIONING PRODUTS 耶? 哪個? 移住 快點 哪個? 哪個? 絕對 哪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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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留言、分享及开启小铃铛 三美的奇异世界和你下次再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